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动作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6月26日 左额头和头顶开始隆起 隆起部分周围有痛点 额头肿物质地很软 里面应该是水肿 同时出现脖子不能正常抬起 左腿侧肢体无力 大小变湿节 脑子反应明显变慢 体力无明显变化 大部分时间只能卧床 请问应该如何处理 谢谢 左额头和头顶开始隆起 这个患者蛮严重的 我们来回头看他的提问 从一开始 这个患者就是脑瘤患者 那他很明显的就是体力 虽然用原始点都有改善 来我们看下面 下一页 但在6月26号 除了头额 好像有胶质状 水肿一种出现 脖子也不能抬起 然后左腿无力 大小变湿劲 这里到大小变湿劲 整个等于体力都已经急需了 而且左边也没有力 脑子反应也明显变慢 那大部分时间都卧床 这个看起来已经是重病的到 显向到命危了 严重的热能不足 那如果要处理这样的患者 第一个我们重病 刚刚已经有讲了 第一个重用外内热源 这个毫无疑问 那外内热源怎么用呢 当然刚刚有上一个 就把我们的书本上也有提到 就是一定要用电热器 那局部的加强 我觉得还是要一样 电热器完还是要涂浆粉 那还要配合按推 因为我们说 所有疾病不外皆因体相及热能不足 那重病就是以热源为主 那所以头部的胶脂状 我的建议是这样 用电热器 然后再按推 电热器之后 可以也可以涂姜粉泥 涂姜粉泥 那姜粉泥一边涂一边照 然后再来 期间还要配合大开关 按推头部的原始痛点 那按推原始痛点 当然是不够的 因为它还有铺起来的胶脂状 周围 在这个周围 应该还有换出痛点 应该可以找得到 那再把这些痛点也按一按 每一天多次这样处理 那处理完之后 当然还要注意 可以用保鲜膜或是浴帽之类的 把它包裹一下 那包裹之后 也可以外面再用一些像软贴 甚至直接用一些电热器 再来照射 但这些造势都要保持安全距离 不要去伤到患者 那这样热源补充 再配合按推 应该对它会有帮助 头部我是举头部 那其他的大小便失禁 可能就要按推 臀部 肩椎 甚至下背部 那左侧 左侧腿无力 也是要按推臀部 包括是不是连患处都要按 这些都可以考虑 那我自己头部讲的比较明显 其他的部位处理方式 也是一模一样 那这个患者 如果慢慢有起色 再鼓励他 尽量下床 再活动 慢慢活动 我大致就回答到这里吧 照顾这样的患者 要蛮细心 而且很费力 那家属也是要潜力以赴 那这样一段时间 再来观察看看 好 我就回答到这里